就香港 欸!加拿大航空 從香港飛華盛頓或波士頓 對 我忘記我是飛哪邊 因為我老婆訂 就是一個人五六千塊台幣 對 就是其實 布萊恩的東西真的 其實你一年啊 真的只要買到一張便宜的機票 就划算 你現在訂閱是收多少 100吋 169而已啦 169 對啊 真的是非常便宜 對啊 其實當初平台的人就跟我說 怎麼收很便宜 對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都是用價錢去估的啦 對啊 像他就說你這個東西169 其實他是覺得太便宜了 他覺得說 因為你機票隨便一張在我這邊 如果你是透過我資訊然後張下下手 其實你隨便一張機票 不要說三萬塊幾千塊一定有啦 大部分人會跟朋友出去 或是跟家人 那你這樣一成就是 你可能169買五張這樣子 欸你原本是做什麼 是當業務 外商的業務 外商的業務 對對對 其實我們本來的工作我也還OK啦 也還OK 其實不會說很討厭本來的工作 因為本來我們公司是外商嘛 所以他對於其實我們這種業務的方面其實比較開放 不會說真的盯得很緊 對 那當然也不能太混 只是說 呵 那而且外商的薪水也其實也不錯 但是其實因為後來我越來越重視在我自己的粉專經營上面的話 我常常就是因為常常是可能查機票查到兩點 然後早上七點要起來 那有人會說啊你幹嘛要兩點查機票 但事實上的狀況是這樣 很多航空公司他今天促銷的那個換檔期都是換在午夜十二點 啊所以你不得不那時候查到第一手資訊 比如說國泰比如說長榮比如說華航比如說韓亞航空這些東北亞的區域 他們今天跟你說 比如說他做8月10號特價 就是8月10號0.0分 那我就當然是要等到0.0分 所以弄到兩三年是正常 因為我這個講求是有圖有真相 所以航空公司說今天促銷說 比如說台北非紐約獎這兩萬塊特價 我不會因為他PO出來然後我就跟大家講說 等一下12點有這個票 我比較少會這樣 我通常都是我自己查出來 確實有這個票價給大家看 我的習慣 因為我覺得有圖有真相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真的算真的很厲害 對啊 所以常常2點睡然後長見起來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可是我覺得你們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麻煩的 無論是你查到或別人查到 會不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你的粉絲就有訂閱你的 知道你的第一手訊息 然後把你的東西轉發在別的地方 喔這個很長啊 對阿你會不會覺得心情會有點沮喪還是 就是明明是你自己查出來的 可能經過網路的一番之後 然後別人說欸你是摳別人的 會不會出現 其實我一開始會很care這件事情 對我在想 因為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那麼默契的時候 可能我們粉絲才2萬人3萬人的時候 然後你的訊息被發出去之後 然後可能 講實在話過去有很弄很大的粉絲 他有一陣子都可能都仿 跟我的資訊都很同步 就是我發完他可能 又立刻發 然後連續3、4篇都這樣 那個時候真的是會覺得很不開心啊 對啊那是你熬夜弄出來的找到的東西 很多人會 有的人會說 這個資訊就是網路上的啊 就是你可以查到他也查得到 對啊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在網路上查了一兩個小時 我是真的每天晚上可能10點11點 就開始在那邊點物料 就點一點 當然不會說真的 頭全心全意跟工作 但是還是會耗很多時間在上面 然後可能點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發現有一張很厲害的機票的時候 再分享出來 那你就會覺得說 你耗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別人可能看到資訊 他照著一個資訊去查 然後去貼一個不同時間的機票出來就好 因為有人說上浮水音什麼 那我就覺得 但以我現在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 也確實是有某一個知名度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有人抄我的話 其實很多人也跟我說 一些小小的粉專有人在抄我的資訊 那我也覺得fine 因為我覺得現在 因為你是頭 對 也是被人家抄是好的啦 如果往這邊想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剛起步的 你有很多很好的東西的時候 說實在話 因為現在網路資訊真的太有 太快了 你很容易被剽竊 這是真的 真的 你真的你可能很多很多 所以網路上很多道圖啊 道文啊 然後那種被道圖道文的 很多都是小小部落客 因為他就欺負你小嘛 沒有人認識你嘛 我是一個大網站 我就把你的圖跟文拿來用 那你的怎麼樣 因為其實一直糾結這件事情 什麼都不用做 對 你會一直鑽牛角尖 因為很多時候這個你防不完的啦 防不完的 所以我還是就是 我一樣每天查記到一樣貼 然後別人跟我說 誰誰抄你的 抄我的 所以要不要給他警告 我就把他交票就算了 對啦 其實現在網路的資訊就是這樣 但是 如果你現在是開始創作 要開始 你確實會有這個過程 對 不然你現在在遇到什麼問題 你是不是忘記下一步是什麼 你一看這個樣子就知道 這個阿基斯應該不會弄成這樣子 這個 這個有點 就是非常美觀耶 剛剛已經分心了 一直讓你分心 對對對 那我們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應該是說 阿基斯的蛋炒飯 他料沒有那麼好 然後今天老爸真的是太大方了 準備牛肉 對 但是他沒有準備蔥給我 你知道我們一般的 我們一般老百姓蛋炒飯就是 蔥蛋跟飯 今天沒有蔥啦 今天沒有蔥 所以現在打斷我的Soaping 那鍋子要先弄熱還是先加油啊 我覺得 我覺得你應該 先把火點起來 然後加油 然後我們一起先把牛肉先煮熟 喔喔喔喔 所以你說 先下油對不對 對應該是要先放點油 油熱以後 先把這個炒 那鍋子要先熱嗎 鍋子 就是其實我也不是專業的 我跟你一樣阿 其實我們的廚藝是不相上下的 好啦我們就直接這樣 好如果粉絲有 那個更好的蛋炒飯做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 對 因為我們這兩個大男的 就是不太會煮啦 以後 我們連蛋炒一定要油夠嗎 可以了可以 因為牛肉會出油 好 現在應該可以 很香耶 現在布萊恩要把牛肉沾蛋白 沾蛋白 沾蛋白 你確定是這樣做嗎 可是應該還不錯阿 牛肉沾蛋白應該就是它 很合理阿 對啊它會很滑順才對 但是要一片一片下嗎 一片一片下會不會太慢 太慢了啦 就是全部狗一狗就好 好 全部狗一狗阿 就是要豪邁 豪邁豪邁對不對 對 這個做菜就是什麼都不用 就是要豪邁 要大氣 我們是做大事的人 好 好 直接要下了 直接要下了 好香喔 好 非常香 要先拌嗎 還不用 對 應該 這個原則上可能七八分熟就要起來 這應該很快就熟 對 蛋白都黏底部 都會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沒有沒有 技術很好非常好 這樣做好對不對 對這樣還不錯 感覺上是可以 你有點比較像在做滑蛋牛肉飯 你有沒有覺得 對不對 有點不像炒飯耶 這個比較像滑蛋牛肉飯 讓我們改做滑蛋牛肉好了 可以 可以裝 可以裝出牌子 有啦 這個這個很像耶 很像耶 現在開始下飯了吧 現在我們兩個真的很好笑 沒關係啦 好 OKOKOK 好 阿姬是說炒飯不能壓 炒飯不能壓嗎 他說不能壓 他說翻的 欸我發現我們肉比 飯還多耶 對啊 我們就是要大氣 大氣 就是要大氣 這個沒有問題 你看這個是今天 布萊塢我們帶來的滑蛋牛肉飯 這已經完全偏離了 蛋炒飯它該有的樣子 沒關係 怎麼肉這麼多啊 對啊沒有關係 欸其實可是蠻香的耶 你要 欸要不要鹽巴 啊要 欸還是 加牛喔 這樣可以 喔好香喔 這樣可以了吧 欸我覺得蛋炒飯就是要加醬油 對啊 才會有那個蛋炒飯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 對整個那個Fu都完全不 但是你現在看到畫面有蛋炒飯的感覺 好我們換了鍋子進去努力 對剛才那個卡士爐沒火了 我們現在換另外一個瓦斯爐 真的 對其實我們原本今天可以做得很好 都是因為火的關係 因為都是因為火 剛才沒有火所以才導致變成滑蛋牛肉飯 對 因為炒飯要大火 對 所以剛才那個火 對炒飯要大火 剛才都是火的關係 都是爐子的問題 對都是爐子的問題 對啊搞什麼 欸可是蠻香的耶 看起來是好吃的 對啊 對啊 我們看到布萊恩已經把他的蛋炒飯 欸不對 滑蛋牛肉飯不好 等一下我們就來吃看看這個口味怎麼樣 就差一個買盤然後一個可能通花灑一下 可是我對你的徒意開始有點失望了 應該是平常沒有在 我們吃吃看就知道了 好好不好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要開始吃了 在布萊恩幫我們特製的滑蛋牛肉飯 其實感覺還不錯 我覺得味道聞起來 還不錯 還不錯喔 還蠻香的耶 吃看看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也吃看看 天啊我媽如果看到他兒子自己炒飯 他根本很重 嗯不夠鹹 真的不夠鹹 有點不夠鹹 但是那個芝麻香油的香氣很重 你這個形容實非常好 我個人蠻喜歡那個芝麻香油的香氣 OK啦 但是確實 味道我可以再加一點 對 我覺得大家看完今天這一集啊 就會知道 什麼叫樹葉有專攻 大家還是去訂閱布萊恩的Pray Spray就好了 不要想說他煮的蛋早飯會有那個 跟我一樣 我煮出來跟你差不多 像我們做的東西都有算那種網路的生態 那你對於你之後的一些 比如說你對你未來的規劃 或是你給一些也想跟你一樣 做相同行業的 你會想 有什麼想法 這麼講 有什麼想法 應該講說 其實現在很多年 其實我也沒有很老啦 這樣講的奇怪 但我覺得 有很多就是可能你是 有很多想法 但是很多 像我自己其實很早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分享機票給我朋友 但我一直也沒有去開粉專 因為我就覺得想說 開了可能也沒人會看 就沒人會理我 但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 你把自己限制住了 對 所以你有任何想法 比如說像以前插畫家 他可能也沒有想說 他插畫會紅起來 是在Facebook紅起來 對 他可能想說我賣插畫 可能要幹嘛幹嘛 去畫廊做展 但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想法 你就先開個Facebook粉專 或者是說像老爸一樣 開個YouTube的頻道 你就先把東西放上去嘛 對 你今天 你的東西如果是好的 是優質的 就會有人來看 對 那就算你做失敗了 那又怎麼樣 對啦 你這樣講就對了 其實 現在其實網路的 要開始做很簡單 其實成功的門檻是 現在是變得是非常高 所以 布萊恩蠻鼓勵 就是大家有想法 就可以從網路上 用比較低成本的方式去試試看 對 先有個開始啦 不要至於想說 我開這個一定沒人看 我做這個一定沒人理我 對 因為我覺得你可能也沒有 當初在做這些 也沒有想像 會變成說到後來 像現在其實 幾乎啦 想到便宜機票就會想到你 現在網路上真的是這樣 對 我想這也是 你一開始沒辦法預期 對 其實這樣 對啊 像我跟老爸也是啦 我想老爸也可能一開始想說 我就是要靠YouTube賺大錢 對 現在可能有 但是像老爸或是像我 我們當初就是 好玩 有趣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一開始壓力沒那麼大 你也可以一樣找一個正職工作 用休閒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對 像阿滴也是啊 阿滴也是 也是後來越做越大 阿滴後來超大 對啊 但是如果阿滴一開始 沒有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現在也是一個 平凡的上班人 對 對 說不定你也是有機會 來上老爸的節目 對不對 對 還有一點我覺得 我滿想問的 在最後兩個問題 如果不來了 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是我剛才有看 昨天還今天有看一篇文章 你最喜歡的國家 我記得你當初是寫越南的一個 一個 越南的一個地方 對 第一個我想問 第二個你覺得你最喜歡的航空公司 是來的航空 好 其實我沒有最喜歡越南 只是因為 你看到那篇文章 應該是我剛好那陣子去了越南 那剛好就有些回饋 還滿喜歡的地方 對 但如果說最最最最喜歡的國家 我覺得 我個人很喜歡義大利這個國家 啊義大利 對 因為歐洲的國家其實我也去了不少 但是義大利是讓我覺得 它有歷史建築 有人文 然後包括它的文化 也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然後我個人 我個人很喜歡義大利的氛圍跟國分 當然 還有很多國家也我也都滿喜歡 比如說像 其實我個人也很喜歡中國 其實中國很多文化 對 單就旅遊 旅遊這件事情 因為中國它其實很多東西可以看 對 對 中國真的很不一樣 我也很愛跑中國 對 像我是一個很喜歡老建築的人 啊真的 對 所以我就會去看 像我剛講義大利有羅馬經濟場 像我就會去五哥庫看 就是五哥的遺跡 我就很喜歡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都滿喜歡這些地方的 那如果講到航空公司的話 我個人其實滿喜歡國泰的 國泰 對 我個人滿喜歡國泰 雖然說 雖然說我自己多少也會在本專 調侃一下國泰 可是國泰這一兩年被罵得滿慘的 對 因為它評價掉滿多的 然後就是餐點也在做一些 對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的頻道最近才在分享這件事 他們的貴賓室真的滿厲害的 對 他們的貴賓室很少看到這麼厲害的 他們的貴賓室真的很厲害 但是我其實還沒有聽過國泰的貴賓室 真的 因為你要比較的話 別件也要納得夠多 對啦 你不能樣本搭 比國泰搭一次 長榮搭一次 長榮剛好那個空姐很正 特別漂亮 對 空姐很正 然後你滿腦子都空姐很正 就說長榮比國泰好 我覺得這樣其實是不公平的 所以你想說的就是 平均來講 國泰的空姐比長榮更正 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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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覺得台灣的空姐是世界頂級的 我覺得國泰沒辦法比 我覺得啦 當然國泰也有些台灣人 但是我自單就我自己搭乘的經驗 我覺得國泰給我的感覺是很舒服 對 我覺得所以我一定要講的話 我會覺得我很喜歡國泰 對 好啦那今天很謝謝布萊恩來到 來到YouTube小酒館跟大家分享 不要忘記喔就是下面 我有放布萊恩的連結 大家記得去訂閱 他真的提供非常多有用的資訊給粉絲 今天的影片結束啦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再見